上背部原始点 下行至背部中间处而止 涵盖范围 上躯干 除锁骨 肩峰 肩膀 肩前 腋下 侧胸以外 及小腿肚 如图中淡紫色区域所示 我们现在来介绍 上背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上背部是从肩颈结合处 一般是以脊椎旁开一指宽 这里都是一样 然后一路到哪里呢 到腰椎最顶端这里就碰到骨头了 这里称为上背部 到下面这里我们就称为下背部 两侧都一样都要按推 都是旁开一指宽 由于上背部这一段 两骨之间有时候空隙很小 所以它的操作方法必须采用弓箭布 也就是这种姿勢 也就是脚站着椅肩平高 然后一样用手肘掌心向上 这一手轻轻按在患者身上 然后这里要保持90度 同样两边都要90度 如果太后面这个就超过90度 太大也不行 如果太前面这样也不行 所以这里90度是刚刚好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 往外侧靠 身体往外侧靠 要注意的是 第一点就在肩颈结合处 很多都会按到第二点来 好 那我们开始来操作 第一点按推 第二点按推 第三点按推 我在操作的时候手法是直线的 很多会看到我拿这样的时候 以为我是斜斜的过来 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斜斜的会碰到患者的骨头 所以我的操作是这样 直线的 这样直线 好 对侧是这样的按法 同样同侧也是一样 一手固定 在患者身上 然后掌心向上用手肘 第一点肩颈结合处 这里对着前胸 按直线的推 按推 推 第三点 按 推 好 我们现在再来介绍 上背部 上背部 的按推方法 脚 以患者肩 还有 脖骨上沿 同宽 然后 膝盖 来 微微蹲 微蹲 一手固定在患者身上 另外一手 另外一手 如果要按推 对侧的上背部 那我们 要注意 工具是手肘 但这时候 掌心是向下的 好 按下去 然后眼睛要对着 这个手肘 肘骨 然后整个身体也是这样要移过来 好 移过来之后 手肘对着你的胸前 然后推 是以前后的方向 好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按 现在我们再来按 上背部 同侧 姿势一样 脚站的姿势 与肩同宽 然后膝盖 微蹲 一手固定着 我们的工具拿出来 掌心向下 然后手肘 然后手肘按下去 整个身体 全部移过来 眼睛盯着 肘骨 肘骨对着胸 好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按 按 推 按 推 按 按 推 推 按 以上是上背部的按推方法 下背部原始点 位置如图中红线所示 接上背部的点位 同宽度向下延伸至恰骨上沿而止 此处实为与上背部原始点相连的一条 仅为操作方便而分上下 涵盖范围 下躯干至间锥原始点最高点 如图中淡紫色区域所示 我们现在来介绍下背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站姿跟刚刚一样 也就是两脚与肩同宽 左右对着肩部还有脚骨上沿 然后脚要微蹲 微微的 好 那一手固定在患者身上 一手的工具 一样用手肘掌心向下 好 这样放下去之后 要注意的这时候 这里要保持90度 这里也要保持90度 然后眼睛紧盯着手肘 手肘对着前胸 好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这时候身体一定要 跟随着手肘一路往下移 越往下我们整个的身体就要越靠过来 对侧做完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示范同侧 一样一手固定 工具拿出来 按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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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于上背部 以下背部的舒缓方法 是相同的 都是用掌根 我们现在来示范给大家看 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掌根的湿力点 就在这个骨头 这两个骨头 好 直接按在脊椎 躺开一指宽的位置 按之后 一样推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同侧也是一样 按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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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一般操作者 有些会说旁开一指宽 是在脊椎的凹处 这个位置是有问题的 一指宽 它不是在一指里面 所以这个凹陷处是错 如果一指宽刚好对过来 这里有一个筋 反而是在筋上面 这个才是原始点的位置 第二个 操作者容易犯错的是 它的工具 有时候没有保持90度 这是最容易犯的 然后有时候身体太后面 或太前面 都会让90度 变成达不到 另外一个错 就是使用的力量 没有来回均匀 它是一边 一边这样推 这个都不行 还有在按推上背部的时候 它身体还是依然没有动 就跟我们平常这样 事实上 你按上面的时候 身体跟脚整个都要移动过去 然后眼睛顶着手肘 这样才是对的 而非这样眼睛目送着 远远地看着它 这样是错的 以上是上下背部容易犯错的 至于按推下背部 到最后下面的时候 因为骨头比较大 湿力要比较深层的时候 这个姿势一定要特别强调 也就是当我们把工具 按在下背部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揉到深层的时候 并非用蛮力去压 而是把整个身体沉下来 然后沉下来之后 把所有力量集中在 骨头这里也不动 然后轻松的 这里放轻松 整个随着身体掉下来 然后臀部这样坐下来 这样的力量就变得比较大了 这里要蹲下来的时候 看每个人 有些人脚比较长 他没办法的时候 可以稍微后退或张开一点点 这是被允许的 比如这样 这样就可以沉下来 这样就更方便 那这个动作自己去调 最后一个点 下背部是揉到 咖骨上眼 刚好碰到骨头了 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点了 什么这些震撼了 这个人呢 真的有没有 自己想不过 我已经不想做了